哈喽各位奇迷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2019年全国象棋个人赛 16进8强的一盘精彩对局 这盘对局是由孙永正对阵赵欣星 这盘棋双方从开局到残局 不停的在一个对攻和对峙的状态 结果会是如何呢 我们往下看 孙永正先手 跑2平5 哪一方马8进7 马2进3 G9平8 G1平2 马2进3 兵7进1 足7进1 G2进6 马7进6 形成中炮 进7兵 过和局 对平凤马 盘和马 最典型的一个布局定势 那红方借走马8进7 对方在G1进1 直接起右横居 比起飞向 等变化 更容易引起激烈的对攻 当然也符合赵欣星 攻杀第一人的风格 那红方现在也有几种选择 比较常见的就是兵武进1 即进中兵 也有G2退2 或者实战的 孙永正选择的G2平4 走黑马 那避开黑方 冲7组的反击 也是一种常见的布局战略 那一方 马6进7 红方在马7进6 把合马 黑方G8进1 形成霸王G 使攻守兼备 那准备随时 跟黑方 跟红方对局 抢先 那红方借走 炮5平4 也是针锋相对 而且还附有 马6进4的 攻击手段 攻马攻势 那一方 炮8平7 先知远黑马 同时量G 那此时 红方以往出现 最多的变化 是炮8平7 值得一提 那一方G平4之后 红方在马6进4 这么一个变化套路 双方是另有攻守 那么实战 其一天大胜 也不落俗套 选择比较冷门的 14进5 当然 这不是新招 但值得一提 去年郑伟统对赵新兴 也走成这个局面 那当时这14进5 是郑伟统 准备了全新飞刀 结果取胜了赵新兴 那这次 孙永正 也来这招 对付赵新兴 挺有意思 那首先 讲解一下 这不又是 因为飞刀的作用 不太明显 那这部棋 不是主要是 避开黑方 马7退8 瞄住 红方 三路马 和底下的一个 的锋芒 因为红方 如果黑方 马7退8 红方就可以马上进4 顺势铺上来 抢先 那尤其 当黑方还没有捕适 就不怕黑方 有炮打向 有较将的先手 所以 避开黑方 退马的反击之后 那红方将来 炮8进4 或者平炮 等攻击手段 当然就会比较严厉 好 实战 黑方超新兴 选择向39 那我猜这部棋 只是 纯粹为了 尽快让苏牛 这么脱补 因为 补向 尽管是稳健 但没有针对性 那么 与红方不是做交换 红方当然还是 稳持先手 那黑方 另外 可以选择 G平4 做红马 这也是赵欣欣 去年对这位同 选择的变化 那现在 既然选择了飞向 那红方 当然就 跑8平流 走得非常激紧 不让黑方 G平4 那一方接走 G8进4 做红马 当然 以上 都还在 双方的准备范围之内 那红方 G9平8 对桌炮 黑炮 却不好逃 否则 红方 马6进4 在马4进3 踩足 有一些 先手 所以 黑方简单的选择 G7码 那红方 G7炮 黑方在 不是 先巩固阵型 那红方向3进5 也巩固阵型 那一方接走 G4推移 当然准备 对三足 火马 那这起 红方有几种选择 不知你们有什么看法 G8推移 对竹林线 或G4平3 做炮都可行 不过实战 起一天大胜 选择的是 炮4推二 如果你有想到这步棋 那恭喜你 对炮 还需有力 准备平炮打黑马 那这黑炮 就顿时感到 巨大的压力 好 我们来看 竹三进一 那红方 你按照原定计划 炮4平3 打马 威胁 打马之后 那么对完此 再G4码 所以黑方 只好先退马 回马进枪 形成炮打G 那同方 G8退三 周期 还是威胁 下一步 G4平3 甚至更严厉的 直接炮打马 那么对完之后 再退G 捉炮 几乎是捉死 因为配合八路G 也互到寻合 那黑方 该如何应对呢 当然 赵欣欣也不是 等闲之辈 肯定早已深谋远虑 接走G平儿 如果你想的是这步骑 那恭喜你 有特大的实力 黑方 要对G 考验红方的英雄 如果随手对调 那 黑方 马斯金儿 红方 也没有什么后续手段 如G 吃中足 那黑方就足三进一 如先 兵器进一 也没问题 对调 那红方 如果现在吃中足 黑方可以退G 对G 如果G4平三 周炮 黑方可以退马 必要是再充足 反正也容易形成大量子力交换 红方也没有什么便宜 那么实战 齐验大胜 当然没有对G 有什么办法呢 好 兵器紧 先吃足 来一个过门 咬黑G 相当的巧妙 那黑方 当然不肯让红方 多赚一个过河兵 所以选择先吃兵 还是要对着G 红方有什么后续呢 好 G8平二 这步骑相当的盈利 危险 G2进三 做黑炮 黑方有丢子的危险 所以只好先 马7退流 让黑G保马 黑炮就可以减轻压力 现在红方有几种选择 如G吃中足 那黑方可以 马4进三 咬G 再马3进四 或者G2进五 实力灵活 有补偿 那另外红方如G2平四 也可以 不过我猜 孙永珍是估计 这变化不好掌握 因为黑方可以先平炮 保住黑马 那将来马4进三 再马3进四 有反击 作为实战 起一天大胜的选择是 G2进三 捉黑炮 同时看住 黑方的攻顶线 那等黑方平视脚炮 红方在马3进二 扑上来 捉黑马的同时 也准备马2进三 马3进四 卡住向眼 那么起一天大胜 这个进攻的思路 十分明确 顿时给赵猩猩 带来巨大的压力 那实战 黑方选择 马6进四 以攻带手 先保住中足 那么B2 也可以马4进二 反击 那五方 马2进三 黑方 该如何应对呢 不妨假设 你是赵特塔 想一想 好 如果你想的是 G3平六 要对G 前进压力 那恭喜你 这步骑 只事在必行 打个比方 黑方如改走 马4进二 那红方 除了马3进四 也有马3进二 扶吃炮 破释的手段 黑方非常危险 所以G3平六 是正招 那红方 接着马3进四 先卡住向眼 扶炮打底 向闷弓 黑方向7进九 那红方也不好 必对G 否则 黑方马4进二 就会有反击 所以红方选择对G 那对完G之后 红方在G4边向 下一步 如炮3平二 在沉底炮闷弓 所以黑方 只有G2进四 让G 准备支援左翼 也是走得非常及时 那现在红方 该如何进取呢 不妨假设 你是齐天大胜 想一想 那比如说G1退一 吃足 黑方就给马4进三 子弟位置都不错 暂时没什么危险 随时战 孙永正选择 比较细腻的一步棋 G1平二 先抢占二路线 不让黑方 掉G过来防守 那下一步危险 炮3平一 打边足 再沉底炮 相当的严厉 当然 赵欣欣也不是等闲之辈 走出比较顽强的一步棋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 好 如果你想的是G2进一 那恭喜你 奇感 很厉害 这步棋准备吃中兵 打通整个兵临线 有暗中掩护 左翼的作用 那红方跑三平二 这步棋 也相对有调性的味道 一方如随手 吃中兵 那红方可以炮二进五 打黑马 再G2平一 再浮沉底炮 势不可挡 所以实战 六脉神剑也没上当 选择先祖其进一 过河族 避开黑方 炮二进五 先手 同时也可以协助 掩护 左翼 那比如说 像吃足 那 黑方就可以 居吃中兵 显然可以及时 掩护 左翼 所以红方 接走 G2退 这步棋 捉黑马 对黑方 也有一定的考验 引诱黑方 随手进 比如说 近七的话 那红方 G2平八 闪击手段 先鞠给你吃 因为利用 陈底炮 直闷弓杀其 那另外 黑方如 马六进八的话 挡住红炮 红方也有陷阱 炮而平散 这步棋 还是利用 陈底炮的 由闷弓 捉死列马 所以实战 黑方只有退马 实在必行 那黑方 红方在 G2退 保住中兵 比较细腻 那值得一提 这期 红方随时 也服有 马斯金2 对马 抢先的手段 当然现在因为 黑方随时 也有 弃足的手段 而且 六路炮 暂时还掉不过来 红方也不急着 表态 那现在 黑方 接走马斯金3 尽快把 子力位置调好 红方顺势 向之足 那黑方 在G2退 桌上 也走得非常激紧 意图就是 不让红炮 轻易的 掉过来 右翼 那 红方 向795 黑方 在G2退 那尽管 下风 找星星 以上的招法 也做得挺顽强 那现在 红方 也不急 兵武金1 打通 兵临线 也是深谋远虑的 好奇 为什么呢 因为准备 炮6 金1 再把炮 掉过来 右翼 就可以采取 进攻 那一方 只有平6 守一步 红方 还是炮6 金1 准备 马斯金2 那一方 先退步 不适 减轻 一直被闷攻的 一个压力 那红方 还是马斯金2 终于动手了 那么黑马 没得逃 只能换 那红方 再炮打马 交将 考验一方的英雄 如果上市 那红方 炮平1 抽江 抽黑鞠 黑方如果出将 那红方 炮6 进攻 有延续手段 上市 当然也没用 追江 再炮入平2 这期 红方 也是势不可挡 所以实战 一方选择 退向 那红方 炮6 平3 打向 就下了好处 一方 只有退马 先保住 那局面至此 红方就明显优势 那么 起电大胜 也是来到一个 花果山的分水里 怎么进取呢 是关键 首先 G2进5 还是比较自然的一步棋 不过 孙永珍 可能考虑到 黑方会 G6推移 那么红方 就平4 黑方 可以送炮 那么 红方 当然可以 吃一个炮 形成 大战优势的残体 那么 尽管说 红方 是 少兵 当然 多一个炮 还是有 大战的优势 不过 实战 孙永珍的选择 是 G2进3 先强占 逐林线 也很合理 那黑方 就必然 G6进2 做红炮 那么 等红方 退炮 再G6 平7 盯住红炮 减轻底向 被瞄住的一个压力 而且下一步 还扶 炮 路径4 再平5 或平2 这几步棋 叫星星 确实也走得比较顽强 那 方 接走 炮3 平4 收一部炮 瞄住 对方的底势 那么 炮6平2 或者平鞠 红方都可以 炮6平5 吃中足 所以 六脉神剑 索性 炮6进4 以攻带手 那么 红方 起一件大胜 这起还是可以 吃中足 保持客观 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不过 实战 他选择 炮打式 对不起 我猜 意图就是想对子 减化局势 形成减兵优势的残棋 因为黑方接走 马五进气 那 红方 退炮一将 希望 黑方会 马吃炮 不过 赵清新 当然还是想 保持局面的复杂 选择飞向 那 军口下风 还是准备寻求 对攻的机会 不愿意 消极求和 红方 炮而平易 平易不炮 黑方也 炮六平五 平中炮 那 红方 去二平三 压马 黑方 居七平六 形成互相牵制的局面 那 黑方的中炮 备合六路 居 还是暗藏一些 骚扰的手段 尤其红方 这高向 挡住自己的居路 实在不妥 那这起 应该考虑 向三退役 所谓 大丈夫 能胜能居 这不退向 是攻守兼备的好题 还暗藏对子的手段 比如说 黑方随意的 足以精益 那 红方可以 直接对子 对完子之后 再退居 捉炮 这残起 黑方是缺势 缺向 红方明显优势 不过实战 所以有这选择 兵主建议 走一步等招 去给黑方 赵星星 天外飞仙 准备一步 巧手 不妨暂停视频 猜猜看 好 如果你想的是 项五退三 那恭喜你 有特大的实力 黑方退向之后 威胁 马七退五 捉红炮 再出降 铁门霜的一个威胁 那值得一提 黑方先退向的 秩序 非常讲究 如果先出降的话 那黑方可以 炮平六 打势 那么再退回来防守 那黑方 当然没有什么便宜 不过现在 红方 孙永正就考虑到 如果 比如说炮打鞭足 那黑方可能会平拘 交杀 骚扰的手段 或者出降 形成逼对红炬 当然即使对完拘 红方暂时是 多兵 多势多项 也是优势 不过实战 红方可能是 顾忌兵种 比较差的一个残棋 所以选择 直接拘斥 保留鞠 不过现在 鞠别就是 鞠无法退回来 并领线 捉黑炮 造成有被铁门霜 杀起的一个隐患 来看 那么吃炮之后 同方这期 是将了几将 那还是 得应付黑方 出降 铁门霜的一个 威胁 那么一个合理的方案 就是退降 等黑方出降 再退鞠将一下 再把鞠退回 底线防守 在炮打式或炮打向 退回来防守 而不进去 不过孙永珍 可能认为这鞠 有点消极 所以实战 他选择了一个 炮打式 说干就干 当然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黑方 接走 降五平六 那红方 平炮 打鞠 黑方平鞠 仍然不杀起 那红方退向 以后底线 同时准备退鞠 捉黑炮 所以黑方 全体鞠将 在鞠八退三 瞄住边兵 红方 兵一进一 黑方在向三进一 这部飞向 暗藏 向五进七 雪山盖定 利用红炮 被拖住 那齐天大胜 红方 经过深思熟虑 决定将棘就棘 向三进一 飞边向 准备 把底炮平开 必要的话 然后退鞠防守 反正 红方是多四多向 实力雄厚 那黑方面临两个选择 这个时候 G八进三 一将在G八退三 走前招 就可以不变作合 因为红方 也不好变了 不过实战 赵欣欣果然是 六脉神剑 此时 起了杀星 选择项五进棋 就是要强行 吃死这个红炮 因为现在危险 G八进三是杀棋 红方 不能防守了 如果退向 那么这棋 黑方还可以退向 咬红居 红居还是得退回来 掩护 这个红像 所以实战 其天大胜 干脆直接G砍下 气炮 简直 石破天惊 当然这变化 在双方的预料之内 到底谁的判断 比较正确呢 不知你们有什么看法 现在黑方 当然是先白吃白喝再说 红方平居将 再出帅 先解除底线的隐患 哪一方 身体居将 可能是想引诱 红方推向 在平边炮 或者平这边 攻击红像 不过红方 上帅 那一方退居一将 再炮五平一 如全体炮一将 红方推向 在G砍中势 所以红方先上势 再将一下 当然这个时候 红方是不怕黑方 G吃死 否则 现在没有配合 全体炮的攻势 黑鞋按了之后 红方 局势进一 带将的把中途吃掉 甚至会多两个兵 一方比如说宝的话 没有的宝 因为追居 作死黑宝 所以实战 一方选择 G砍推死 做一些饼干来吃 再说 那么当然以上的招法 双方都做得很合理 但这时我个人觉得 这不齐 一方可以改走 G砍推六 退回竹林线 掩护中途 会比较稳妥 然后司机平炮 再退炮 残炮归家 会比较严谨 而且红方 顶多是对兵求和 但不会迅速 有过兵 对上的一个机会 但现在 红方起天大胜 就很恼恋 先飞向 保住中兵 因为将来会是一个主力 那黑方 吃边兵 红方在居士进一 这么一个转换 感觉黑方是 舍大取小的 因为现在 红方吃中族 还带交将 那么 现在黑方如果保险的话 可以考虑一部平中炮 保护中族 红方可以退居 桌子黑炮 破这棋交将 再平居 桌子变兵 再盯住中兵 这个棋是合棋 当然赵星星 多一个炮 不愿意这样合棋 于是 选择 G9 继续战斗 那么给红方 吃中族叫将 在将的几下 在兵五进一 这棋一方实际上 已经完全没有进攻的机会 还要进行防守 那么G9平五 跟住红兵 红方平兵 一方 足九进一 红方 G9平一 一方在退不拘 那么双方 退一个兵 红方在G平五 再冲兵 那么一方 G平四 跟住红兵 红方在兵有平 准备G在背后 再冲兵 这是最典型的 G兵入局手法 那么黑方 最后一个机会求和 就是G4进一 这部棋 暗藏平居较将 在抽吃红兵的手段 红方比如 随手进兵 那这棋 平居较将 在平炮 打兵 合棋 当然这棋 红方可以先上市 红方 黑方也不容易防守 比如说 平居较将 在兵中炮 打兵 当然黑方唯一的希望 就是可以少机会 把G退回攻顶线 跟炮 形成一条线 防守 不过局面至此 应该也没这个机会 因为红方可以平居一枪 再冲兵 只能说 早知近日 何必当初 所以实战 小星星也是 炮一平六 导致速败 因为以下冲兵 那这棋 黑方上将 红方在简单平一步 拘炮 在乎局势竞争交奖 基本上是要绝杀 所以这棋 苏永珍 我方获胜 我方获胜 这棋